继贵州洗水浙江沥水发生朴素幼女案后 网传浙江永康再发生大规模朴素学生处女事件 且涉及多名人大代表和企业家 同时河南省永城市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宫因强奸少女被拘 中共官方公布已查实强奸十多名少女 但民间指出受害少女保守估计近百名 民众呼吁严惩中共淫冠斩断她们身向幼女的魔爪 27号微博实名认证用户时代周报高级记者陶喜年 网名奸商陶瓷发微博说 浙江永康发生大规模朴素学生处女事件 涉及多名人大代表和企业家 大陆媒体28号报道 浙江省金华永康市公安机关正在查处一期 介绍在校女中学生卖淫案件 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0人 而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 河南省永城市政府网站发布消息说 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公涉嫌强奸少女 25号已经被永城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中共当局公布已查实李新公强奸十多名少女 但民众举报的受害者数字超过百人 李新公强奸幼女的事件在当地早就传言 直到5月8号李新公在永城市第三中学门口 再次刺激作案时才被刑警抓捕 讽刺的是李新公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同时还兼职永城职业学院语言文化系教师 媒体报道警方是在舆论压力下才采取行动 据了解永城市以下封口令 不允许任何人随便发布有关信息和接受媒体采访 早前河南省的另一名官员郑平县原政协副主席吴天玺 因强奸多名初中女生2009年被处死 深圳胡女士指出这是共产党的无神论洗脑的结果 多年来中国人在共产党无神论的洗脑下 很多人他不相信神佛的存在 也不相信善恶有报 所以很多人失去了道德和良知 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别说强奸幼女 我看杀人犯火他们都做得出来 中共当局只将强奸幼女案定性为嫖宿幼女 一些淫官大多有重罪轻判 致使性侵幼女案如同瘟疫一样蔓延至中国各地 大陆维权律师李天天认为 受害女孩家长为保护女孩的名誉 反而助长了这些淫官的恶行 其实中国的那个农村很多地方 它很分辨的 女孩子出了那种事 家里人首先就想着要保护女孩子的名誉 不是想着惩罚恶人 而是想着要保护自己的名誉 保护自己家庭的名誉 往往就不敢伸张呀 或者给点钱因为穷嘛 给点钱就买通就搞定了 李天天指出 生活中类似案例很多 但中国的法律已不起作用 2009年贵州洗水浙江沥水 林海性侵幼女扼下案件曝光后 河南鲁山一名有钱科的教师 每次犯案后又被转校继续任教 以致又强暴六名在校女童 胡女士希望中共当局能严惩那些禽兽不如的淫官 参照刑法第236条最高刑罚 对他们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论罪 斩断他们身向幼女的魔爪 自然之初 估计刑法第296条最高刑罢